2024年新年第一天 我们见到韩庚 和他未满两岁 还在蹒跚学步的女儿 演艺工作之外 都花时间陪伴女儿和家人 是韩庚成为父亲后 最大的心愿 在韩庚身上 我们看不到一位 曾经登顶亚洲第一天团 平台上 没有精致华丽的装造 云上之人的距离感 看到的是和工作人员 打成一片的亲和 以约定时间提前到达现场的 谦卑本分 还有未求保暖 不惜多穿一条秋裤的实在和真诚 要烧鲜鱼 你尝过了这个 当艺人的那种高峰期 全世界都在唱你的歌 都在喜欢你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像我自己了 有时候我会想 我现在还在那的话 我会是什么样 老天还是公平的 能给你多少 你就会失去多少 这种成长 你是要遮断你的翅膀 甚至是扒掉你的欲望 它不是一个完美的 它是有残缺的 欢迎收看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韩庚 折断翅膀 重生起飞 我本来今天呢 想在这里面再加一件衣服 然后我觉得太给东北人丢脸了 所以我就没 不不然 刚才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穿了一身 我觉得挺好看的 一旦不晓 我回去又换了一身 又加了那个保暖的那个裤子 那肯定得穿 必须得穿 太冷了 我们可以上车了 记得我小时候 跟我奶奶一起去捡那个煤渣 也是拉煤的火车 服务一过去之后 它露出了好多煤渣 就拿那个破鸡以外去捡 回家烧煤取暖 对 烧煤 有好多的共同点 是老乡 然后又是同龄人 那东北哪里 我还有是冰人 那真是老乡 而且我们还都是水瓶座 你是二月二月 我是一月一月 一月一月一月 哦 要开车了 我们今天做了这场观光专链的时尚五十点半的一个全程度光专链 最早的时候就从北京到武担江做要做二十几个小时 你十二岁的时候 对十二十三的时候 那是你第一次离开武担江吗 再小的话 还去过哈尔滴 是 你来我家串门 因为帮我老师出差 因为也是年纪小 韩庚 一九八四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十二岁之前 他和大多数男孩一样 喜欢玩模型 研究赛车发动机 偶尔一次参加学校文艺会演 资人表现很差 却被老师夸赞 身材体型条件很好 鼓励他去北京学舞蹈 十二岁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中专舞蹈班 学习民族舞 每年学费三千五百元 那时是一九九六年 三千五百元对韩庚家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在河南做混纱租赁 母亲为支持韩庚上学 到深圳打工 也卖过早餐 每月给韩庚记两百元生活费 那个时候我没钱的时候 要不就跟同学借一下 一块钱能买三个馒头 早中晚 就馒头就这么吃 正好我要长身体的时候 就把我的腿给 就营养不足腿 膝盖也吃花了 它膝盖和膝盖之间 那个膜没有 所以它就肿起来发芽了 天哪 感觉你是一个对自己 特狠的人 跟家里有关系吧 有可能 在北京我上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还挺热爱舞蹈 完了看到很多的一些演出 舞蹈家的一些演出 我就觉得 我以后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该多好 但你有看到很多一些孩子 家里的条件或者什么 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得要努力了 要不努力 家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会导致我 我爸也在打工 我妈也在打工 在支撑我上学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只能努力 自己能扛就扛过去 我也不想让他知道 说我现在很苦 或者是很艰难 但你也知道 父母还是爱你 那肯定 对 没办法 从小就已经习惯成这样 很多事情你就尽量 能压在心里边 压在心里边 跟我妈也是报喜不报忧的 一个这样的状态 我缺失了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想给我女儿有 哎呀 两声了 哎呦 十七岁时 韩庚从中央民族大学 中专舞蹈班毕业 和同学一起参加韩国SM公司 在北京长城饭店 举行的选秀比赛 韩庚幸运被选中 那时韩流正以迅猛之势 席卷亚洲 韩庚是第一个有机会 去韩国发展的中国人 韩庚今年十九岁 我是从中国的最北边的黑龙江 来到这 韩国韩城 因为我在签约之前 我有一年都是在北漂嘛 各种的商场门口啊 球吧啊 就是跳舞 一个舞蹈不是坏钱 类似于这种 又回到老家 又当艺术中心的老师 到那个签约的时候 我就想签嘛 或者签嘛 我说我只有这一个选择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随便看了一下 完了 爸爸一直在仔细的很看 在看 我说爸爸如果没问题 我说你签了吗 他说你想好了 你也没看 但话说前面 就说这个很苛刻 所有的苛刻在于 这13年 你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为公司服务了 签之后 反正我爸就回去 就跟我说 就是抱我吧 还挺心疼的 说把我自己的孩子卖 就是这么说一句话 你好 我是韩国 韩京 我经常就给我妈打 打电话 说我感觉我今天要出道了 她说为什么呀 专门给我做理发 给我化妆 专门给我手链 给我换新衣服 拍照片 我说我感觉我已经出道了 说是吗 是吗 挺好 然后过一段时间没信了 我说还是没出道 反反复复地这样给你希望 然后又落空 给你希望又落空 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希望 总是听说说韩国的练习生特别苦 就我难以想象说是累 或者是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 辛苦是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培训体系 是非常好的 所以累和苦 有可能就是管理也是比较严 不要用手机 或者每一天不能迟到 或者是你要完成什么样的 一个作业任务 所以你现在也特别手势 就不仅仅仅是手势 你一定会提前到 我们今天两次见面 然后你都是提前了 至少一个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到就出现了 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你都没有压力 没有 没有 就是能够感受得到 就其实那些经历 对你身上到现在 都还是会有影响 很多的影响 不知道是一个尊重的问题 二也是对自己一个规矩 2005年11月6日 韩庚和其他11位韩国本土男孩 组成面向亚洲市场的大型组合 Super Junior正式出道 迅速风靡亚洲 连续不断拿下韩国 乃至亚洲唱片界 多个重量级大奖 被媒体誉为 亚洲第一天团 然而舞台星光背后 是长达13年之久的不公平合约 过于密集的通告演出 和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好在所有的队员 队伍还是真的挺好的 多少反正 也会分我一些钱 什么意思 多少也会分你一些钱 就是其实分的也不多 每个人分的也没有多少 其实第一年结账结的也没有多少钱 那会比你在做练习生的时候的收入要多的 少 练习生的时候每个月是这样 每个月给你零花钱 但这些钱你等到你挣钱的时候 你得要还个人 他不是说是真的给你钱的 所以等于是你到后期出道了 然后你赚到的钱 你要还给公司之前的开销 是 就那个时候我在培训的时候 我也是给家里寄钱 一个月给我 和人币四千块钱 那我给家里 我爸寄一点 我妈寄一点 完了我剩下来就大概有一千 一千块钱我又足够了 因为公司还有什么阿姨做饭的 住的也有 用不着什么东西 但后面的确实我 每年他就没有这个生活费了 你就得靠自己赚钱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家里寄那么多 那你想多赚一点钱 你要跟进去公司去争取吗 你没有任何的社会性资源 你只能说我想赚更多的钱 那公司说那你怎么想赚更多的钱呢 那帮你去接东西 那接东西还有组合呢 组合怎么办呀 那你不能把组合抛弃 你去干别的东西 就永远是被支配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很被动 那个时候就想到再继续坚持 甚至说期待回到国内去工作 能赚一些钱 甚至有多一点工作 甚至我个人的工作 能多赚一些钱 那你有没有享受过 就哪怕虽然没有赚到真的很多钱 可是因为很红很多粉丝 然后名声也非常响亮 你有享受过当明星的那个感觉 享受 对 尤其是回到国内 我下了飞机之后 你呼吸的第一口 那个空气我就觉得 好 安全 我一上飞机 我要回韩国 每一次上飞机落地走 都是很荡的心情 就是很不想回去 就像在中国待 你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 宠爱 爱的那种包围在你 我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 但起码你能感受到 有很多的人在喜欢你 2008年 韩庚以队长的身份 带领Super Junior M 进军华语流行乐坛 中国籍身份 让韩庚一度成为 韩国安西安的公司 扩大中国市场的重要力量 0809 10年 11年 甚至到12年 56年这种时间 我觉得你尝过了 这个当艺人的那种高峰期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像我自己了 就失去了 甚至我跟我的朋友 有可能都会吵架 我朋友都说 我跟你说点实话 你怎么不爱听呢 他跟你说什么 说你现在有点变了 就变得不像以前那样 或者是等等 类似的一些真话 他们说他们的感受的话 但那个时候我就 不希望听到这些话 已经习惯听了一些 恭维的话 好听的话 我为什么到现在 我还有很多的一些发小 甚至说 不是在这一行的朋友 就是以前那些 说不好听的话 甚至说说真话的人还在 慢慢我才会 醒过来 就说以前那个东西 确实会很泡沫 追求的东西 不一定是实在的 不是真实的 甚至说你连自己 都没有去充电 你怎么去给别人去付出 就一直在付出 一直在付出 一直在掏 我就觉得慢慢我就被掏空了 我觉得我得需要充电 我觉得需要一些 一些来生活 精力来去充实自己 那时候我就觉得 就有危机感 如果我哪天一下 掉下来 甚至不做了一行 我怎么办 就是经常会想 就是很焦虑 去学了EMPA 去多学一些东西 就还是有这些担忧 但是我已经做好了 所有的准备 所有的准备是指什么 你的低伍器 就是我的低伍器 你面临的什么 你能承受到什么 包括粉丝的变化 包括社会对你的变化 包括你身边的 所有人的对你的变化 我都能接受 具体就是指说 如果我不再是一个 万众瞩目 或认可的明星了 我没有工作了 我要成为一个普通人了 可能要做一份打工 或者自己做个小生意 你都可以接受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以前就从 旁边演出那个 马路边吃盒饭 也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那个 就 我都接受 我只能说 我要更让自己去更完善 让自己更丰富起来 欢迎收看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韩庚 折断翅膀 重生起飞 2009年底 韩庚和韩国ICM公司解约 推出Super Junior组合 回国以独立歌手身份发展 之后在北京 连开两篇演唱会 门票仅花37分16秒 被全部手空 创造当时亚洲最快的 在线抢票记录 那几年 说实话就说难听 太狂了 对 你飞得越高 反正你刷得越狠 你说 狂是狂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就特别有那种自信 和那种证明自己的那个劲 包括在音乐上 在舞蹈上 所有东西 但你慢慢你就知道说 越来越有新的一些人 新的一些元素 血液 新人 远不断带出来 你肯定会有很多 你看不上 所以就有句话 你就是你不要看 看不起那些上山的人 早晚要登丁 那你就觉得说 哎呀跳得不行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很傲气 那时候真的太傲气了 甚至很多东西 你就是把自己 包裹在这里 跟别人是 都会有一些距离感 但我心里我也明白 你就不可能 你就是一直都是 你的控制下 都是你的一个舞台 它不可能是这样 慢慢你就知道 他说这个东西 都是要有一个过程 每一个人都有过程 为寻求转型 韩庚开始尝试表演 2010年 韩庚参演电影《大舞声》 这是他主演的 第一部电影作品 但转型之路并不顺利 11年播了以后 所有的媒体 都会说粉丝电影 其实我心里是不舒服的 其实我是想把自己 压来当个演员来去做 你把它又变回了一个 偶像 粉丝 流量 流量 变成一个电影 那个时候 所有的电影 导演 他不会用这些偶像 歌手 用的真的是演员 拍《知情春》也是一样 就很多的质疑 经过那段时间 我反而我觉得我更敬佩 我更尊重电影 我一直都想做演员 我从在转型明星大学 我毕业的时候 我很羡慕那些 考到中系的 北电的 还有那个传媒 我好羡慕 但确实我 我02年我去考学 如果要考这些学校的话 太贵了 一年一万多两万多 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对家里来说 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所以我就一直在向往做这个 我之前我一直都想证明 我说我会演戏 我演了《大舞生》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我 我那段时间 状态最好的一段时间 我把我所有 想演戏的那种 欲望全部都挞出来 甚至我可以随着自己 完全地在这里边 但到最后 你出来的结果的时候 还是挺倾涩 还不够做一个演员的 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再去感受 万物生长的时候 我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能可以跟李玉导演 一块来合作 等你拍的时候 一条不行 两条不行 我就开始懵了 但是就是感觉不对 导演说再来一遍 不对 不对 有一场戏是在 跟琪琪在楼下 我们俩吵架 你至于吗 我问你呢 我一顿饭 你至于吗 至于吗 又砸又跟吵 最后把旁边的 那个宿舍的楼 真的是在那个 大学里边 学生 别吵了 就这样都喊我们 还有一场戏 是在停尸房 说不对 还是不对 一直不对 我哭到已经没劲了 我自己都没有 没有知觉 浑身都麻了 我躺在那儿 就一点知觉都没有 我说这个夏天又过去了 好 过了 确实导演要的就是那个 你对这个人 突然在你面前 消失那一刻的崩溃 又是一个夏天 但这个夏天很快地过去 太过了 太过了 行吗 对不起 从偶像 然后转型成演员的时候 你会有包袱吗 你会需要有那种 转换的过程吗 这个过程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过程的 你得慢慢去 去脱离你以前的习惯 如果要是 还像以前的 永远都是有一层伪装 有一层盔甲在那 我在做演员 前期的时候 我还是在于这个习惯里面 你必须给我安排好 因为我觉得那段生演员真的跟傻子一样 我现在回头来看 他就是个婴儿 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保护你 甚至说是你不要受伤啊 你是很贵的一个产品 到时候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种成长你是要 遮断你的翅膀 甚至是扒掉你的羽毛 你才有这样的成长的一个经历 拍戏也是一样 我说人物 你要作为一个人物 它不是一个完美的 它是有残缺的 甚至有缺点的 但人物的魅力是在里面的 今年给我印象很深 就是我去演话剧 我去排练一个月 跟所有的化学员在一起 都非常的棒 但是他们没有流量 很多东西 甚至连他们名字都不知道 但反而在这个职业里面 我是很尊重他们 其实我更希望 业界的一个认可 比如要拿奖 不一定 业界的认可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项目 他第一想到说 这个很好 航空可以 他不是说 歌手 跟演员 好像他就变成一个标签 他会想到说 这个很可以 我觉得这种认可是 从内在的认可 所以这个东西 你觉得要一步一步的 作品来去证明 我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 是一个演员 韩庚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角色 是电影《前任攻略》系列中的梦云 一个有点小闷骚 可骨子里却很真诚 渴望真爱的都市大男好 从2014年前任一上映 到2023年前任四 观众和梦云一起成长 也看着韩庚不如婚姻成为父亲 我觉得你点儿老 您说我年龄还是长相 年龄 你看着不老 但是有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 你在《大树剧》里头 那就是乱七八糟的人 《前任四》去录演的时候 给我的感受还挺大 从2015年 结束我的唱片 和九十年演唱会以后 我就慢慢地开始 所有经历都投入在剧组 粉丝也没有那么多了 也没有说要去街机啊 《前任四》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人 我的粉丝出现了 但出现了都带着娃 带着老公 带着一家人 直接就是 韩庚我喜欢你十几年了 我说都是十几年粉丝 马上就在韩庚 叫 阿舅舅 突然都弄好多气息 对 我真的挺庆幸的 所以有 还有这么多粉丝来去喜欢我 反而翻倍了 因为有了家人 对 有了孩子 他们还在存在 还是在支持我 还在看我的内容 还在关注我任何的消息 很爱你很爱你 我今年三岁 我人生当中的一半都有 永远支持这个歌 爱这个歌 那你现在想要证明自己吗 没必要去证明自己 更需要的去创造更多的东西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习系直通车